这是亚特兰蒂斯最黑暗的隐秘 也是最为残忍的一段禁忌 除了神力无敌的海王三叉戟之外 其实还存在过一件不为人知的邪恶神器 在遥远的神话时代 曾经存在过一个黑暗王国 靠着一种名为山童的资源 黑暗王国拥有了极强的武力 可没想到山童的开发给地球带来了几乎不可逆的污染 于是亚特兰王下令停止山童的开发 但此时他的弟弟寇达斯早已被山童的黑暗能量腐蚀了心智 认为这不过是亚特兰王寄予他权利的借口 竟然当场暴走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寇达斯还秘密铸造了一件邪恶的神器 黑暗三叉戟诞生之日 暴君竟然泄去了整个王国 黑魔法笼罩之下 所有的臣民都变成了可怕的怪物 那是亚特兰蒂斯最黑暗的时代 虽然最终寇达斯战败 可他已经拥有了不死不灭之躯 国王只能用自己的鲜血施加了魔咒 至此暴君和他那些可怕的怪物 被永远封印在寒冷的南极冰川之下 直到这一天 一个满怀仇恨的人类意外 发现了这个封印千年的失落王国 黑暗三叉戟苏醒的那一刻 老黑就看到了神器带来的预言 苏醒的老黑欣喜若狂 他不但从神器中看到了未来 还继承了远古的科技知识 不过他却没有意识到 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 根据记忆中的指引 老黑找到了神话时代 遗留下来的战争兵器 可启动这些战争兵器 就必须消耗山童 当初亚特兰王将山童封印到了12处秘境 根据脑海中的记忆 老黑找到了其中的一处秘境 启动机关 秘境的大门缓缓地打开 本来每一处都有守卫严家看管 可千年过去了 看守也逐渐变得懈怠 老黑带人轻松采集到了大量山童 可没想到手下误操作触发警报 身后的大门瞬间封死 老黑果断下令进入战斗状态 留在潜艇上的指挥官下令冒险冲锋 准备接应秘境中的老黑突围 可潜艇刚开始前进 就发现了前面的壮观景象 原来这处所谓秘境 根本就是亚特兰蒂斯的王城 此时检测到入侵者的炮台发动了攻击 就在城门一片混乱的时候 城内的老黑也在疯狂逃窜 很快城内的混乱引来了女王和梅拉 女王一个加速冲上了运输机 女王刚解决几个触手机器人 就给身后的因果偷袭直接晕了过去 而梅拉追着老黑冲上了高速隧道 隧道内平民众多 梅拉根本不敢攻击 反而老黑则肆无忌惮 眼看老黑就要逃离 梅拉开启了大招 巨大的魔法漩涡直接把老黑吞噬 眼看这法师比战士还满 老黑慌忙发动了反击 强大的能量射线几乎就将梅拉秒杀 老黑就要上前补上最后一刀 忽然一道人影冲出 还不等两人大战 沈博士那边已经传来警报 越来越多的亚特兰蒂斯大军 已经围堵过来 老黑只能尽快脱身 一道激光摧毁了车道后 随后转身就冲向了潜艇 旁边亚瑟恨不得将其当场斩杀 却也只能赶往下面救援 事后几人才发现 除了亚特兰蒂斯的秘境 其他11个储存厂的山童 都已经落入了老黑的手中 而世界各地已经开始出现 不知缘由的环境污染 再让老黑发展下去 整个地球都得完蛋 如今为了尽快找出老黑的踪迹 最好的办法就是释放出 那个曾经和老黑有过交易的男人 可这个人对亚瑟的仇恨 说不定会更深